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这个艾草灰一定要那种高纯度的 因为我跟他介绍过外面有很多掺杂的杂志里面的 那么这个灰就不要收集了 要收集就是那种高纯度的 但很多朋友就会觉得高纯度的我怎么能够找到 当我有一期视频介绍过如何分辨那个真假艾条 但是有的人说我还是找不到怎么办 那么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家种 自己家种艾草 种艾草以后呢把这个艾草把它晒干 晒干以后呢自己把它搓成那个小小的艾柱 然后呢自己做艾灸以后燃烧完了以后再把它收集起来 那是百分之百高纯度的 没有一点参甲的那个艾草灰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平时呢就是收集的艾草灰 那么这个艾草灰有些什么样的神奇的功效 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从今天开始千万千万不要把这个艾草灰给扔掉了 好那么第一个它的神奇的功效是什么呢 就是去痘啊 有些人比方说上火啦或者是青春痘啊 或者一些那个就是脸上长一些疙疙疙疙的东西啊 就很难去掉的 那么这个艾草灰是很容易去掉的 这是它的第一大功效 那怎么做呢我今天只是讲它的功效 那么怎么做我回头后面的视频 会跟大家一一介绍 那么第一个就是去痘 你就记住去痘痘可以用艾草灰 这是它的第一大功效 那么第二大功效呢就是美容 那它怎么样能够清洁皮肤呢 你就可以把艾草啊艾草灰啊 可以给你的洗面奶就是稍微里面放一点 它呢就是比那个光用洗面奶洗面 那种深层清洁的效果要好很多 另外呢它可以做面膜 当然今天我就不分享怎么做面膜了 我回头会跟大家分享 这是它的美容的第二个美容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功效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去头皮屑 啊就是因为我们随着我们的年纪的增长 或者有些人就是就是皮质层里面那个头皮屑很多 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经常会有头皮屑 那头皮屑很难去掉 当然现在外面有很多很多的 各种各样的那个洗头 洗头水那个洗发水可以去掉头皮屑 但是用这个艾草跟洗发水参合在一块 那个洗了头以后的去头皮屑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么具体的做法我们也回头跟大家分享 这是第三个功效 那么第四大功效呢 就是我们有些人哈做完艾灸以后哈 他有一些就是就是排毒的一些反应 你比方说你做完艾灸以后 你会觉得身上起一些红疹子 啊因为它都一些排毒反应嘛 而且有些人起了红疹以后觉得很苦恼 怎么把这个红疹去掉 那么就可以用这个艾草灰啊 那个调一点香油再抹一抹 那么这个红疹子就会那个很快的就去掉 这是它的第四大功效 第五大功效呢 就是去出异味 所谓的异味就是臭味了 就是难闻的味道 它有些什么呢 比方说有些那个有脚气啊 特别是年轻的小伙子 他们就是火气很旺 那么穿球鞋以后呢 回家把鞋一脱 它凑得不得了 那怎么去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艾草灰 拿个小布袋 就放在它的那个球鞋里面 它就很快的就那个去除了这个异味 还有一些什么厕所呀 冰箱啊 你都可以把它这个艾草灰放在里面 它就会吸附这个它的异味 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相当于竹炭的效果是一样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比方说买了新车 你买了新车以后 你进去 那个新车里面就有一种那种味道 很强烈的刺激的味道 以前我们是用什么呢 以前我们就用什么 什么橘子皮啊 柚子皮啊 那么可以不用这些东西 就用这个草木 就是那个艾草灰 拿一个小袋子 把它放在那个车 新车里面 它就可以把新车里面的味道给吸附掉 这是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功效 那么第七个功效呢 就是手脚干裂 就是有些人它就是手脚 它就是很干很裂 裂的一些小口 手也是脚也是 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个艾草灰呢 抹一点芝麻油 但我它还有一个就是叫 我就把它做成叫艾草灰糕 具体我后面会跟大家分享艾草灰糕怎么做 然后呢就把它抹一抹 手一抹一抹 脚抹一抹 时间长了以后 它这个脚就不裂了 手也不裂了 这是它的第七个神奇的功效 那么第八个神奇的功效 就是它可以治疗我们的伤口 以前我们小时候啊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听说过 就是老人家呀 特别是农村 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药 老人家很简单 你手一下破啦 或者是用刀刮伤啦怎么办 它随手就在锅底 就抓一点这个草木灰 往你手上一盖 它就可以杀菌止血 而且呢它还那个很快的 让它那个伤口结痂 还不容易留疤痕 诶 为什么呢 小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道理 不知道这个原理 现在才知道了 因为什么呢 就是说不管是草木灰也好 还是艾草灰也好 它都是它刷完了以后呀 它就有一种叫精油的一种物质在里面 它这个精油的物质 本身就有 杀菌止血消炎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呢 这个艾草灰对我们的伤口 杀菌止血消炎而且结痂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要学会用起来 那么最后一个它的功效 就是养花养草 我们经常把这个草木灰收集起来干嘛呢 我们经常我们家里面肯定有 有养一些花花草草 当然有些人种菜啊 我就把它跟土啊搅拌在一块 那个搅拌在一块 那个花花草草 特别喜欢这个草木灰 而且你把它搅拌在一块啊 这个花草长得特别的鲜艳 长得欣欣向荣 你看这么多神奇的效果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呢 我们一定要把它收藏起来 千万不要把它给扔掉了 好今天的分享呢 就是让把这个艾草灰把它收集起来 因为它有这么多好的功效 我们随后呢我就会跟大家分享 一一的分享这些什么面膜呀 什么怎么洗头啊 怎么做艾草灰膏啊 我慢慢的来跟大家分享 那么现在呢 今天这一集看完以后呢 希望广大的朋友们呢 先把艾草灰收集起来 我下几期节目就来分享 怎么来制作 怎么来用这个艾草灰 来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好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